因為我換了一個Sony手機 我原本華為的手機我拿來當攝影機了 那個Sony的手機 這不是很好用的 日本製的東西墮落了 我感覺竟然還不如華為的前一代的4G 它這是5G 號稱5G 台灣沒有5G居戰 我看5G下來的速度也沒很快 它是假5G 那這不提 這個Sony的手機 它性能就不太好用了 這也其次 性能還不如前一代的4G華為 這個自己體會 如果你有用Sony手機的話 可是它這個手機裡面它就會有 預設好這種廣告了 就是往左一滑 台灣這邊都會設Google底下 然後底下就是新聞 然後洗腦用的 這裡面有一大堆 我看有一些報紙是國民黨的 以前的那個媒體 國民黨以前自媒體 竟然還在有人批評說 統一致上是錯誤觀念 才會造成惡疤 我說國民黨真的是可恥到了極點 你到你現在已經變成是舔民進黨的一個賤黨 賤總黨 所以一看到那江啟成那個樣子就是 那個一副賤總像一顆洋奴心啊 一副賤總像一顆洋奴心 它就是很賤很賤的一個賤總 它也是70年後的 跟我差不多大 一副賤總像一顆洋奴心 那國民黨不會再回來了嗎 很好那你就賤吧 那你就發賤吧 你就發賤吧 跟著民進黨一起洗腦 我馬上就檢舉這個新聞 國民黨裡面就一堆民進黨的人 他們兩黨本來就是雙頭蛇不分的 原本我提過民進黨就是國民黨養出來的潘青蓮 這個五大郎建黨 養出來這個潘青蓮 這黨沒有必要了啦 沒有必要了 你都已經是變成這副德性了 信蔣都罵信蔣的嘛 那個 那個蔣介石的後代都在罵威權了嘛 對不對 那很好那先槍斃你信蔣的好了 槍斃你那個 所以這個就該結束了 這個 國民黨讓人感覺是很可悲的 很糟糕的一個黨 因為他當初發現自己快被淘汰之後 心態就扭曲 然後就消費台灣人 這個黨的瓦解很早其實就開始 我發現就有一個徵兆 大概在 我祖父九十幾歲去世的 算是高瘦了 在 在 1911年那時候 日本剛好大地震的時候他去世 日本大地震就是那個 那個 海嘯造成福島河外泄的事情 那個 那個 那時候才剛好去世 然後那個 九十幾歲 然後 當過了兩三年之後 大概 201415的時候 我還收到國民黨寄給我爺爺的那個什麼 來集合共同 要選舉的好像是 15年要 16年要選舉了 就是蠻久那個 蠻久已經下來 那次要選舉 他又 寄這個 寄給我爺爺 哈哈哈哈 那時候 我說我爺爺已經去世好幾年了 你不知道還要呼喚老黨員回去更換新黨政 他不存在以前的黨政了 所以你看那國民黨是好笑到的這種程度 他說要的話趕快回來 然後重新要支持全局 我呸 我當然就撕掉了 你 你 純粹就是來消費人的 別人死活不管 那真的是死活他不管 到現在都還 到前一陣子都還有記得 18年 18年要選舉 18年年尾 2020年要選舉 年初 他提前一年就開始 又開始 呼喚黨員 又是一距距來的陳文超 我爺爺都還活著的花100歲了 这种党留着干什么呢 他纯粹真的 他足以建这个党的一个心态 就是消费消费再消费 那民进党跟他一样 所以他对台独分子拼命消费 对台湾本土 换一个面貌而已 消费拼命消费 像凤梨事情就是拼命消费 逼人去吃 换一个芯片树 所以江启臣会去讲说 大陆是主要的敌人 前一阵子讲 然后媒体拼命在播 然后有人出来灭活 你这个党不用了 你这洋奴嘛 CIA养出来的舰种而已嘛 江启臣只是CIA养出来的舰种嘛 汉奸买办嘛 要来干什么 可是这个事情很早就有这个征兆 我业还没去世 我以那个为急准 时间拉到2000年的时候 更正一下 大概已经是我 我大学刚毕业 2005 2004年我大学毕业 那个2004年年尾要到2005年 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 中正上有个国民党党部 那个 我一个我父亲的朋友 让我在跟主中国民党党部去里面去聊 那是我要去搭个工作 在里面聊 国民党党部里面 然后那里面 国民党党部里面就有一堆很奇怪的人 会在里面 支支歪歪的吵架 跟我们没关 但是我听到他们那里面就是支支歪歪的一些 一些话都是一些 一些为市井之徒的那种那种语言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那个市井之徒为了利益的 党部利益的 为了党部的那个利益的一些语言 然后过不久 那个就国民党党部就拆掉了 我后来就看那个 那个党部就变成社区服务处了 那 那我在回过头来那个印象 我就说那当你们很早就准备要瓜分 这个利益了嘛 2005年的时候蛮久都还没上来 你们很早就准备要瓜分掉 把这个党拆掉了嘛 所以里面不可能有君子嘛 也不会有好人嘛 他们吵架枝歪歪就是争夺利益啊 党部里那个党部的什么东西该怎么分 那马英九都还没上来 你就准备要拆阿碧亚那个时候啊 那你马英九上来之后 难怪国民党会变那么烂啊 因为你的根基底层已经开始在拆台了 然后 然后南外马英九 马英九本身又是一个本性是个健种 去舔绿的 去舔绿 拼命舔 不要怕 我是挺你的 我对大陆只是应付 我是挺你的 你对大陆应付 我们底下老百姓可不是应付啊 是真的要执行的 结果你 你 你这副德性我们也不讲 就让你到最后国民党崩溃嘛 2008年是崩溃的时候 他跑去搞骑马会 所以你可以看他们这些政治人物的嗅觉 他知道你底层的人 不要他的时候 他就会 他就会又转回来 然后可是他本性还是 还是洋奴 原因是什么 中国大陆人民绝对不会要他嘛 不会要中华民国 也不会要国民党的嘛 你是怎么本性 那什么都知道了 改不了 江山可变 本性难移 你这个 你这本性不会变的 所以国民党再怎么繁殖下一代 还是更贱 更烂 我用难听一点 你就是贱总 你就是汉奸 你就是买办 甚至你比民进党还要更贱 因为你竟然还要混到中国大国来骗 混到我们这来骗 混到中国人这里来骗 所以他不用了 民进党再怎么扬弩项 我还觉得跟国民党比 我还觉得民进党里面还有一些人 是可 不算那么烂的 不算那么烂到极点的那一种 那国民党几乎都是烂到极点的 几乎都是烂的 大部分都是 大部分 没有几个好货了 已经没几个好货凋零的光了 好货也凋零光了 从那凌阳港那个时候凋零之后 就基本凋零光了 现在都只是个政客交换利益的平台而已 那这些政客都是喝羊墨水的一副羊奴像 建种心 就是希望骗台湾人 拖着台湾人去讲这种话 去做这个 你也不想想贵党以前讲什么话 你现在又反水说 统一至上就是台湾人 因为他知道台湾有些人想要统一了 让国民党来讲这种话 也许是民进党披着国民党的皮来讲这种话 随便 反正见种蛇蜀一窝了 唉 不过从一路这样看来 他很早就已经是 已经有那个腐朽 要垮掉的苗头了 这也是气数 国民党气数也要进了 你再让他回来 对大家都不利 会出现很奇怪的光谱 我讲过 对整个台湾这个反民主格式化的疫苗 那个效能就看出问题了 所以一定是要蔡英文任内鼓励统一台湾的 这个一定是 期限就是这个 你出了这个期限就就就看出事情了 因为下一下一阶段的光谱一定会一定会是不一样的 一定不一样 因为这个 我前面提过了 我就不重复了 你们可以回去再找我以前的节目 我以前节目还有一些人会回去看 突然有一些微信加入我 我说你到底看哪一集加入我 他说是在第三季 四亿横关 我说几年前的 他一路弄过来 他还在敢进度 可是我这还可以一层一层往上增加流量 要慢慢累积十千周期长的 不急得马上赶流量的 这个 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内涵度不同 这是国民党你自找的 你自觉于中国人之外 然后要的都是那些人才 可是你挂的叫中国国民党 改掉了 看了就讨厌 看了就讨厌 大陆有一个民盟 那是中国国民党的另外一个直系了 那他现在乖乖做事 那就留在大陆的 没有来台湾的 我反而支持你 中国国民党赶快改掉 反正你不会再选上了 那就看那民进党给你几碗饭吃 你是已经被潘金莲控制的吴大郎 你吃不吃P酸横数都是死 吴大郎吃P酸这个俏皮话 你有没有听过 这以前也是你们国民党党员讲相声的时候 吴赵南卫龙豪 他好像不是国民党党员 但是也是外省人来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后来吴赵南卫龙豪这个相声 两岸一通回大陆去的时候 变相声经典 他本身就是以前的北平时代的那个人 他已经都去世了 两个都去世了 吴大郎吃P酸有没有听过 就形容你国民党啊 你吃不吃横数都是死嘛 那干脆改好了啊 不要不要就改掉啦 死前做你那个洋奴心愿 有没有 把中国图调就叫国民党 他叫美国国民党好不好 象征你对你的主人的那个 那个那个忠心 很可悲 很可悲的一个男 难怪那个后面这个我们镇上的蓝 蓝的一堆很多人 都已经不再提国民党三个字了 很多那个 以前我知道的投票头蓝 新族性大部分是蓝的 居多了 蓝的居多 结果那个 那个民进党派了一个 民进党倒戈过来的 那个 那个叫 林维洲啊 来骗蓝营 哈哈哈哈 绿心骗蓝营 他反过来 反串 那干什么又是准备再骗嘛 再把你骗到台独 可见国民党当初 我敢讲一件事情 当初国民党从李登辉那个时候 就是用各种方法有没有 想办法把台湾全部拐到台独队屋上去 台独队屋上去 也许当时 当时对整个中国人来讲 我需要研究这疫苗 我需要忽悠美国人 争取中国强大的时间 对不对 可以 那我们争取到这个时间 你就去弄 但是弄完之后 一定要把你收拾教 收拾你们这些小丑 不能给他留 不能给他留 这些这些恶心的跳梁小丑 已经够了 广埔凑齐了 何必拖 现在大陆的两会也没有和平统一 找不到和平统一 只有和平发展 和平发展是中国内部的 不是对台湾的 绝对不能是对台湾 对台湾和平的话会出事情 当然原则是可以和平 像邱毅讲的没错了 武统开始 和统结束 就是攻上来之后 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些洋奴一定会跳 他现在就在演练 凤梨事件其实是一个演练 就是演练假摔了 他就在演练我被打的时候 我要怎么喊救命 所以一个凤梨事件就是演练了 他就在故意一点点对我不好 哭闹啊 叫啊 对老外求援啊 他演练这件事情 凤梨事件其实有一个本质 就是演练这个哭闹 按叫向老外求援 然后一副丑态 所以我在想能不能 可不可能合同结束 可能也没办法 你就是要除掉这些政客 注射疫苗必然啊 注射疫苗不见血吗 就让我这些打针 能不见血吗 不可能吗 这你不要去 不要去抱那个侥幸之心 像这样缅甸大帅开枪了 我是支持啊 报告大帅 砰掉那些颜色革命的人 你只有砰下去 你才能维持秩序 最后再慢慢复兴嘛 缅甸虽然他们的军阀 是很多是黑箱操控 操控企业 这你没办法 这一定是个过渡 这个你不能因为他 现在这个过程 你就在批评他 你他妈美国建国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一堆流氓军阀 很多州啊 所以才会来 打南北战争啊 很多州他其实有自己的武装啊 他不想听联邦政府的嘛 所以你美国有什么好批评 你自己当初也是这样子啊 也是有地方武装啊 地方啊 甚至有民兵 民兵势力 现在美国成立了啊 极端民兵势力 说怎么要武力攻 只是美国联邦政府 有更多武器而已 他不敢随便动 等到美国继续武力 继续往下衰竭 这些民兵组织会 会反过来把联邦政府干掉的 我可以指出美国的 美国的下一步了 所以缅甸这个大帅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 你一定是让军阀先控制稳定之后 他会长卡利益那是正常的 那之后再想办法把它搞掉吧 但是你出来的一个政府一定是极权的 有秩序的 相对是公平的 你缅甸才会慢慢起来 泰国是有王室 泰国也发生军事政变 因为泰国有王室 所以他这一步 他这个流程很快 你缅甸没有王 所以你恢复秩序很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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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你有 泰国他有王嘛 他王也 王腐败没关系 就他一家腐败人民养得起 对不对 他底下那一群 所以这个 不能拿来泰国跟缅甸这样比 因为我看网路上有这样比 你说这样缅甸 就因为这样得出一个结论 要昂山苏姬 你就错了 你就大错特错了 你那个缅甸 他既然没有王 你就先让军阀给控制住 然后恢复 再慢慢组建一个 有效率的威权政府 威权能够照得住台面的 威权政府 不然你绝对照不住台面嘛 你现在就像那个利比亚 叙利亚 那个 伊拉克 这些被蹂躏 被蹂躏过的 你就知道他们的民主政府能有什么用 乌克兰也是 乌克兰现在也乱七八糟的 一副见像 什么这个 这个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 放出来的这个毒 资资游戏这个毒 有多毒了 那个国民党玩这个 回到国民党这个话题 国民党你玩资资游戏 现在你终于被 被鸟瞧下去了哈 呃 因为台湾是疫苗 你也没有达到你国民党想要 那个目标嘛 达不到那个 美国的来殖民的目标嘛 对不对 你们这些买半件种 那达不到的话 那就好啊 那就 那就武力结束了 你在发表什么统一至上 是台湾的灾难 你鬼扯去吧 我就是要统一至上 而且我还赞成拿机关枪 打你们这些政客 他绝对不会打老百姓的嘛 这一点大陆政府清楚的 他绝对不会打老百姓 就是我前面讲的 那枪口不能乱秒 那个报告大帅的 而且你枪口乱打是不对的嘛 就要像那个六四天安门 枪口也是打正确的方向 对不对 六四天安门一镇压之后 中国国力上升 你看到没有 马上开始恢复这个区域 那个六四天安门 是不是那个时候的打是应该的 那时候一打之后 那该你要去叫的人 到国外去叫嘛 那现在才有现在的中国 不然当初那些人得逞 现在很多大陆人自己都后怕 自己都后怕 万一当初那些人得逞 那现在中国好笑了 所以这不可能的 不可能因为那是外国胜进来的毒 这个国民党最讨厌的就是 他故意的把它引过来 故意引过来的 把那个那些成分引过来 刚开始也是有这个 我前面提过国民党本身就是干这种工作的事情 就是引国外的一些那成分来破解 但是这个解药已经拿到了 破解了 可是这个影子还在那边发作 还在那边养奴发作 那就把它垂下去了 不要跟他客气了 因为再引过来的话会影响我的疫苗啊 对不对 要注射 我讲过今年就是疫苗年 今年就让江启臣这种人 让他彻底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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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